中共解放軍在今天清晨5點的時候 突襲式的宣布發動聯合利箭2024B-1環台軍演 直到傍晚6點 共軍東部作戰區就宣布演習結束 13個小時之內完成了所有演訓科目 根據國防部的統計 在今天中共一共是派出了17艘的海警跟公務船舶侵擾我國 但我方也是以二對一的方式近距離監控 雙方都沒有發生衝突 你以违反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進入我國限制水域 600噸級中共海警船出沒馬祖進限制水域 我國海巡35噸級巡防艇立即出動 廣播驅離 中英文雙語廣播連發 即便盾位比對方小了許多 依舊展現靈活性 強硬執法 全程緊跟監控 共軍發動聯合力艦逼還台軍演 台海周遭海域一整天都不平靜 眼看中國海軍太原舰逼近我國應變區 海需國軍通通提高警覺應變 根據統計 根據統計14號全天中國海警局一共組織四個編隊 派出17艘海警與國務船侵擾 而我方也以二對一方式出動一艘巡防艦搭配一艘巡防艇 全程監控對方每一艘海警船的一舉一動 索性都沒有發生衝突 直到晚間六點鐘就傳出中國軍演結束消息 中共解放軍東部戰區微博正式宣布 聯合力艦2024B演習落幕 所有科目都圓滿完成 但也強調會持續加強戰備 挫敗台獨分裂行徑 只是這回軍演只有短短13小時 不想上回聯合力艦A維持了整整兩天 外島前線居民遊客行程都不受影響 但面對對岸擾台力量加大 手法也更加多元 故人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記者最後報導 以上 standen